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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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汉家阿教大官家的客人们 多谢 今天我们能够受到尊贵的大可汗的接见 实在是感到万分的荣幸 请 狄青先生 你可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你们的皇上称作汉家阿舅大官家吗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您的曾祖母是唐朝的公主吧 不错 我的曾祖母是唐朝的公主 我曾祖母的祖母也是唐朝公主 所以我这宝贝女儿一直对唐诗很感兴趣 不知道狄青先生能不能给我的女儿讲解唐诗 实在抱歉 我对唐诗没有什么研究 先生太过谦虚了 秦先生在给我的介绍信上说你是学父武车 我不是谦虚 我真的对唐诗没有研究 我们一起探讨 我想总可以吧 恐怕不行 我们此行是来购买玻璃花瓶的 我们必须在年底之前赶回去 现在离年底还有半年多的时间 我邀请你们在这住一个月 你们看怎么样 大哥 我们可不能辜负大可汗和公主的一片好意 好吧 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国舅爷 南山虎回来了 他倒还有脸来见我 国舅爷 你准备怎么处理他 你不认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让他活着会给我们添麻烦吗 国舅爷说的是 可小人认为眼下咱们人手不够他还有利用的价值 再说了 四川太守胡汉云未必能对付得了敌情 我们得多做几手准备 好吧 就按你的意思办 去把他带来 国舅爷 敌情那小子太狡猾了 小的没能在膝下拦住他 小的罪该万死 成百乃兵家常事吗 我估计他回来时不会走原路 会从四川入境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去四川把它给我处理掉 谢谢国舅爷对小人的信任 要是小人再不能干掉敌情 小的就提着脑袋来见国舅爷 起来吧 我想只要你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这回你就能不如使命 张一 起床了 大哥 这太舒服了 我睡得骨头都软了 看来咱们应该回到小店的土炕上去睡觉了 大哥 你犯什么傻 咱们干嘛有福不享 咱们还得穿越沙漠 越高原把玻璃花冰送回去 你要是骨头越睡越软 那怎么成 咱们就干脆留在这算了 你想留就留下吧 我可不想留在这 大哥 凭我对姑娘眼睛的观察力 我发现那位漂亮的公主对你好像很有意思 要是你愿意留下来当驸马的话 我和秋风也能跟着你弄个副官当当 这比在中原强多了 你还是给我算了吧 张一 咱们跟吕金花走了那么久 你也没有从她眼睛里看出她钟情于阿渡江 你还有什么自夸的 吕金花结过婚 我对这一类的眼睛可没什么研究 但我对姑娘的眼睛绝对有研究 不信你就走着瞧好了 好了 不给你抬眼睛了 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请先生们用早餐 大米稀饭 这几个月来我连做梦都在想这个 这是从印度进口的大米 我们公主说了 你们一路上肯定是天天吃肉 现在最想吃的是大米稀饭和馒头咸菜 大哥 这公主赏赐的大米稀饭你可不能白喝 今天你得把喝下去的大米稀饭全都化成糖尸 要是喝到肚子里的稀饭能化成糖尸 你就一个人喝吧 这样吧 我成选你 让你成为糖尸专家 我的肚子和大哥的肚子可不一样 我没这个转化功能 狄青先生 我们公主说了 你用过早餐后请你去花园的喷水池那 她等着你 你们公主也请我去了吧 没有 少啰嗦 你给我吃饭 狄青先生 昨天晚上您休息的好吗 很好 狄青先生 您可知道李白出生在哪吗 我曾听到过一种说法 说她出生在你们这儿西域 她肯定是出生在西域 因为她精通我们这儿的语言 这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是因为李白出生在这儿 公主就对她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对吗 也不完全是 她的诗写得真是太好了 每当我读她的诗的时候 总是深深的替她感到惋惜 我想像她这样才华横溢的人 要是出生在我们这儿 我的父王一定会请她入阁为相的 绝不会让她的才华仅仅表现在作诗上 怎么 您是不是不同意我的看法 不完全同意 我倒想听听您的见解 李白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但她并不适合当官 为什么 因为我看不出她有管理能力 她像一些文人一样 发发议论还可以 要是真的让她入阁为相的话 未必就能干得好 要是让她统帅三军 那就更糟糕 怎么个糟法 遭到几十万大军断送在她的手里 公主是不是觉得我太狂妄自大了 不 我倒是觉得您是经过思考才得出这种观点的 我喜欢和有思考有头脑的人交谈 多谢公主的评价 那你认为你有没有管理才能 要是你当三军统帅 你能把三军带好吗 公主殿下 我想我们今天的话题能不能限制在唐诗的范围内 可以 我遵从您的意见 干 你们真不简单 一路上遇到那么多艰难都能化险为夷 这得归功于我们大哥 是他处事冷静 指挥友方 我还有些事 今天就聊到这儿 咱们改天再聊 我敢肯定 咱们大哥要被他们留下来当驸马了 咱们也可以跟着沾点光 张一 胡扯什么 我没有胡扯 刚才李阿里来了 我发现他对大哥来这儿的经历特别感兴趣 我就把大哥怎么和西夏方面斗智斗勇的经历全都抖了出来 什么 你这张嘴没有遮来 又给我添麻烦了 添什么麻烦 别问了 秋风 快带上钱 跟我一起去珠宝店 赶快去把两个玻璃花瓶给买回来 大哥 你不是开了一口价等他们老板回来吗 不能再等了 我们现在要是不去买的话 过一会儿花再大的价钱也买不下来了 为什么 你这张嘴把事全搞砸了 你们掌柜呢 你们掌柜的呢 去库房拿玻璃花瓶了 掌柜的 这两个花瓶我买了 我按你开的价给你60两黄金 怎么样 对不起 这几位顾客都是来买这花瓶的 现在我只能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只要谁开的价高我就卖给谁 掌柜先生 我们可是比他们早来买玻璃花瓶的 话是不错 可是你们当时开的价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连购买的意想都没有谈定 我还愿意出80两黄金买下这对花瓶 那我出100两 我出120两 大哥 要是你当时肯花60两黄金 今天就不会有这麻烦了 要是你和李阿里少说几句 今天会有这麻烦吗 大哥 你怎么能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难道这跟你和公主聊堂诗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我跟公主谈论的时候是非常讲究分寸的 绝不是像你那样夸夸其谈 我看这问题就出现在分寸上 你越是讲究 他就越是对你感兴趣 两位大哥别争了好吗 现在的事情已经这样了 咱们还是另想办法吧 对了 秋风 你去盯住那个买走花瓶的人 看他把花瓶带到哪 是 多么丰盛的午餐 咱们在这儿天体像过年 可我总觉得在这儿度日如年 大哥 我看你还是留下来 难道在这儿当驸马不比在郑亲王家当一个管家强吗 张义 你要是想留下我不会阻拦你 可你要是再提驸马的事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好 我不提就是了 生那么大气干嘛 秋风 那买花瓶的人去哪了 去了后街的一个大院 那里有好几个门卫把守着 对了 我还大听到那人是和大可汗关系密切的一个富商 你们怎么不吃 是不是这午餐不对你们的口味 不 很对口味 我们正准备吃 姑娘 我想见见公主 您能带我去吗 我来正要告诉您 公主的姨妈病了 她急着去探望 临走前特地让我转告您 她暂时没法跟您见面了 那您能不能带我去见一下李亚李 不行 她陪公主一起去了 那告诉我公主的姨妈住在哪 岁月 你可以下去了 狄青哥 看来这三五个月内公主和李亚李是回不来了 大哥 快吃吧 我的肚子叫个不停 我吃不下 你们先吃吧 大哥 我有个偏方 是了 保证让你胃口大开 你想去偷那个花瓶 不错 这叫偏方智觉症 这偏方的副作用太大了 那你就留下安心当你的驸马爷吧 我看除了这个偏方谁也救不了你 让张义带黄金去 他拿了花瓶 留下黄金这不就由盗变成买了吗 你这个建议我倒是能够接受 好 今晚我就翻墙钻洞的去买 大哥快吃吧 好 吃 等吃完了我们就离开这儿搬回旅店 李阿李 里面的酒席是为你准备的 听说你能飞檐走壁以为是神话 现在我明白了那是真的 你不是陪公主去碎叶了吗 咱们进去边吃边谈吧 张义先生 要是你能留在这的话 我们王城的治安队长就非你莫属了 我是想留下来 可我不能背弃我大哥 他对自己的名誉看得极重 绝不会留下背叛的名声 这不能算是背叛 这叫责目而欺 难道让他当一辈子管家 这不是浪费人才吗 他没打算当一辈子管家 他想去边关从军为国效力 敢 我们同大宋国是外甥和舅舅的关系 难道舅舅家的人在外甥家效劳不可以吗 你说的有道理 我听得尽 你能不能想个办法帮我们把狄青先生这个人才留下 张义先生 你我是一家人 好 有个办法可以试试看 什么办法 你把我扣起来 然后你去找我大哥 就说他如果不肯留下来就判我重刑 我想看在兄弟的情义上他应该会留下来的 好 那就委屈你了 张义大概失手了 不会吧 张义哥可算得上是神偷 他还从来没有 神偷也有失手的时候 我去看看 走 进去 走 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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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义 张义 有人来看你了 大哥 我对不起你 给你添麻烦了 我不该瞒着你一个人去偷花瓶 我会被判无期徒刑的 你们别管我 走吧 探长先生 我想和他单独谈谈行吗 很抱歉 我们这里不能这么做 张义 那就委屈你先在这待着 我会尽量想办法让你出去的 秋风 刚才在监狱里看出什么吗 没有 张义的演技还挺高明的 你说的对 咱们进去的时候她还在呼呼大睡 好像一点心事也没有 我靠近她的时候还闻到她嘴里有股酒气 还喝了不少 这家伙背叛我们了 我想给公主写封信 我可以断定她根本没去岁夜 公主殿下 事情处理的顺利吗 还算顺利 只是还不够明朗 这是狄青让人转成给公主殿下的 看来她猜出您没趣随意 这是狄青给我写的送别信 她说她的国家现在正受到西夏的威胁 无论如何她都要回去为自己的国家敬忠 我看她是想通过您得到那两个花瓶 现在如果要让她留下只有把花瓶砸了 这样她既得不到花瓶兄弟又被我们扣住 她也只能留下来 看来我们用不着再等下去了 我们空着手回去怎么向王爷交代 回去再说 狄青先生 您的信公主已经收到了 她派我来和您好好谈谈 你不是陪公主去岁夜了吗 您还不明白 你这里面的东西会不会让我感觉很难受 这可能会让你难受一阵 对此我先向你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里面一定是玻璃屑 真没想到 为了使我留下 你们居然把这价值不菲的花瓶变得一文不值 我们公主认为人才是无价的 请您谅解她的用心 谢谢你们公主这样看得起我 可我还是要走 您愿回去受罚 狄青先生 请你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秋风 咱们走 狄青哥 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 你就留下 你要是想留下 你一个人留下 你怎么一会又不留下了 我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回去接受惩罚 对吧 好吧 快去把骆驼牵过来 怎么 你好像不太高兴 不是 我在想王爷见到我们空手而归又会晕倒 我们辜负了王爷对我们的信任 你怎么会疯了 狄青哥 你以为我失常了吗 是的 你笑得很奇怪 我可没有疯 告诉你 我会得到这对花瓶 狄青哥 你在说梦话 秋风 你太缺乏对事物的观察力了 你观察到什么了 你注意到没有 那箱子里的玻璃蟹是那么碎那么小 难道他们砸掉的是 他们砸的是别的花瓶 为了防止我们看出异样 所以他们才砸得那么碎小 有道理 这么说 公主会派人追上我们 把玻璃花瓶送来 会的 公主是个善良的好姑娘 她留不住我们 也不想让我们受到惩罚 狄青哥 要是你能和这样的好公主过上一辈子 那该多好 也许这就是命运 大哥 找你来用玻璃花瓶了 大哥 你真狠心 就这么撂下我走了 我可没有那么狠心 是你自己想留下 你还和他们串通一气 在我面前作戏 大哥 你看看我马上拖的什么东西 这就是玻璃大花瓶 是公主让我带给你的 把它给我 你留下吧 不留 希望你别记我的仇 怎么 难道我是记仇的人 看 公主也来了 大哥 你得去谢谢她 人家是真心的想让你当驸马 不 我不过去了 你嗓门大 带我向她表示谢意 那不行 人家想听你的声音 就算做哥哥的求你了行吗 好吧 公主 我大哥要我代她谢谢你 你 你 说 我 你可以 打托 你 你 看到人家